最棒的亮點還是在於它的花紋設計 近看可以看得出來整體是採用灰黑色的基底 來呈現出類似樹幹材質的這種紋路 雷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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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歡迎來到頻道是Rock 上次介紹Mooji Label 在5月份到6月份所推出的夏季新品 昨天也有去吉吉門市10號這幾款泡泡沙系列單品 實際版型、觸感跟舒適度的部分 待會跟大家詳細分析一下 好,那就今天重點之前 一樣,來介紹一下GEODD OK,今天的搭配走的是黑色調的夏季混搭 首先,褲裝的部分是之前影片有介紹過 Mooji他們這次推出非常厲害的大麻材質的錐形褲 那這幾天因為真的也算是偏熱 就算颱風來了還是有濕熱的感覺 所以褲子的話我習慣就捲到腳踝以上 搭配涼鞋穿出這種休閒夏季感 再來內搭是Race Blue的穿心靈Pool of T 涼鞋的部分則是Halet的氣墊涼鞋 最後開晶3的部分就是今天混搭的重點 今天搭配的是100%Reyon的雷鷹材質開晶3 夏季3的用料其實非常多便 那我會推薦如果你想要穿出比較質感、典雅、高雅路線的話 可以選擇Silve材質 那如果單單只潤、親膚舒適性的話 絕對會推薦是Reyon材質 Reyon雷鷹材質的舒適度真的是非常棒 那今天選擇這款開晶3的話 最棒的亮點還是在於它的花紋設計 近看可以看得出來整體是採用灰黑色的基底 那來呈現出類似樹幹材質的這種紋路 這種紋路就可以突顯出它的設計主體 也就是這個福山花的設計 福山花採用雙邊直立式設計 那再加上它選用這麼漂亮的藍白色調 所以像今天用黑色調來做混搭的話 就可以格外突顯出它的這個藍白色調的福山花的光澤感 非常漂亮 最後飾品的部分 項鍊一樣是義大利軍公巴狗牌 還有Bottega Venega銀戒 90年代GUCCI的純銀手鐲 跟右手是MS RP皮環 好那今天整體搭配就是用灰黑暗色調 再搭配銀式跟皮件來呈現出這種稍微質感的暗色調 下機混搭推薦給大家 好簡單介紹今天的搭配 那馬上進入今天重點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次Muchilabo所推出的5-6月份的夏季新品 那是不是真的值得入手 那這次主要就是10套泡泡沙系列 整體來說最驚艷的就是它的輕膚性 原先想像的就是粗糙討厭的那種觸感 那時穿的話幾乎完全無法感受到它是泡泡沙的面料 可能是因為它是採用100%純棉的材質 穿起來舒適性有 可是微微的還是可以帶出泡泡沙的凹凸紋理 那這張照片就是時穿Muchilabo他們這次黑指紋這一件 開靈三尺寸方面跟我預期一樣 穿S到M就可以了 當天內搭就是白色5分袖傳行李 也是Muchilabo今年推出的這一款 所以就可以用那件傳行李5分袖來比較一下它的衣場跟袖場 時穿第一個印象就是跟這件5分袖傳行李非常搭 那以衣場來看的話可以看出來 開靈三比5分袖傳行李稍微再短一點 版型上也是跟預期一樣非常寬版的設計 所以仍然可以看得出來 Muchilabo在這種開靈三 一樣會採用Pimpbox版的剪裁功格 穿起來還是非常寬鬆舒適 如果有入手到5分袖傳行李踢的話 那跟這件搭起來是非常和諧的 還有一個細節要注意的就是 5分袖傳行李這件的袖長比開靈三長了大概兩三公分 那照片上我是把它捲起來 所以如果你單純想要混搭兩件都選S到M的話 袖長的部分可能就沒有那麼漂亮 要反折才可以穿出照片上的感覺 這算是以這兩件做混搭的小缺點 另外就是扭扣部分 我覺得它用三顆扣的設計也還蠻不錯的 穿起來超快的 基本上扣起來更加可以看得出它這個版型上的硬挺度 那另外我也有時穿黑色的 那黑色這件我是10套L到XL的感覺 那選擇L到XL整體來說就更加Oversize 說實話有點略大 不過那如果你是想要體驗更加寬鬆Oversize感覺的話 L到XL也是可以 因為這件開天山版型算偏短 所以就算我們穿到L到XL也不會顯得過長 如果是單純想要混搭這件五分秀傳型領踢的話 L到XL會比較合適 因為像這張照片中 我的那一搭五分秀傳型領踢就沒有把袖子捲起來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它的袖子是剛剛好稍微超過傳型領踢的這件幾乎到六分秀的袖場 所以這樣子兩件混搭起來是比較剛好啦 那這件黑色呈現的畫面是有點消光黑無光澤感 所以看起來還蠻質感的 以MUJIABO這三個顏色來說 其實我最喜歡的是黑色啦 最後就是白色 那這張我特別挑選在聚光燈下來看這個泡泡沙的面料 白色就比較可以看得出來有點微皺的這種泡泡沙面料 其實在這張照片就可以看得出來 說實話MUJIABO這次推出的泡泡沙材質沒有到非常明顯 所以我特別挑選MUJI推出的另外一款來做比較 這件是南鋸子纖維透氣彈性泡泡沙開靈短袖襯衫 那一樣是白色 可是這件呈現的泡泡沙面料就非常明顯 主要是因為它這件就是採用鋸子纖維啦 所以近看這個泡泡沙的紋理就會非常顯眼 剛剛MUJIABO的白色我一樣是穿S到M 那這件MUJI他們推出的泡泡沙我是選擇XL 那這張是聚光燈下近看這兩件來做比較 左邊是MUJIABO 那右邊是MUJI他們推出790元這一款 右邊這款比較可以呈現泡泡沙一點一點這種面料特性 單純想要呈現這種泡泡沙面料的話 我比較推薦790元這一款就可以了 而且售價也比較親民 重點是這一件MUJI他們新推出的這款790元 觸感方面的話沒有到那麼粗糙 反而還蠻輕膚的 說實話這一件我蠻驚艷的 因為它是鋸子纖維材質 我以為鋸子纖維材質都是超粗糙的那種感覺 那這一件沒有 所以MUJI今年的材質選擇 真的還是蠻厲害的 他們一直都有在突破 這一次泡泡沙面料一樣有變得比較親膚膚式 所以還蠻推薦單純想呈現這種泡泡沙紋理的話 可以選擇790元這一款MUJI推出的這一件就可以了 另外如果是想要穿出MUJIABO這種比較偏BOX 立體漂亮的版型的話 我會建議選擇黑色無光澤這種感覺 尺寸的話選擇S到M就可以了 好那這次就是分享MUJI跟MUJIABO新推出的泡泡沙面料這個系列 單論CP值的話我會比較推薦MUJI他們推出的這一款 790元這一款 790元這一款是全台門市都有伴售的版本 所以其實如果在夏天想要穿出這種泡泡沙 比較偏透氣的面料的話 790元這一件我比較推薦 CP值整體來說比較高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實體門市摸摸看他的材質 還蠻不錯 比往常的泡泡沙面料都來的舒適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那如果喜歡這類型穿搭影片或是公發軍品影片的話 再拜託大FOLLOW喜歡我的個人頻道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Instagram留言時常更新穿搭照也可以FOLLOW下 還有社會部蝦皮賣場近期為商量新品 有興趣的話也可以逛逛 我是ROCK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